据新黄河,7月25日下午,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发布微博称,街道反映,湖北省宜昌之江市同康妇产医院,有待孕妈妈持其他人身份生产,客户伪装成孕妇,在该院认证身份,建档。 7月24日,一个待孕妈妈持赵某身份入院,25日凌晨进行脱妇产,后医生将脱妇产修改成顺产,并录入了分娩网,目的只规避查验。 据上官正义了解,目前,该院已接待多名待孕妈妈生产,其中包括6月28日晚上就有两人,一人已经开出出生证明。 当天下午,芝江市卫生健康局,有工作人员表示,童康妇产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,领导很重视,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去调查,而童康妇产医院医工作人员则表示,不存在此时,天眼查信息显示,童康妇产医院不往也有过行政处罚,其中处罚事有包括,芝江童康妇产医院会按照规定核查,同意实施14周以上人工终止妊身证明,非法实施计划生育准处,以及未经广告,审查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